藉由修行能够帮助大众脱离轮回解脱生死 世间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你拥有的总有一天也会失去 我们带不走任何的东西 如果进一步能够依佛法的指示 去修行解脱道 可以超出六道轮回解脱生死 我们在普遍菩萨行丸里有跟我们说 一个随意讲到 我们随意赞叹我们一切连友 这佛师道中 那一日有主佛菩萨 以及十方主佛菩萨的一个 都在度发重生 我们要发出一种 欢喜感恩的心来修行 也要有无上的观念 所以我们说 应发富贵 南宝秀 那轮回力度也顺款 那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无上观 要保持 我们正正的这个生命的心 要用这个随意的心 佛法是指导人生 激励人生 和鼓舞人生的 学佛除了可以认识人生 进化人生 和中严人生以外 还可以把缺陷的人生 改造为美满的人生 进而也能够改变他人的人生 史方新闻归文 徐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爸 又商量 来 明更 一些 都是 有 小 我 월 Ult 报名 ild Ls